總統力推一力一修縮減 工時現在卻遭到爆料 總統府竟然是最大的洗漢工廠 周刊王報導 從選政期間旗下以耐操 奈母文明動作快點子多的同子軍 李拓子 張志豪等人 隨著民進黨重返執政 也跟著進入總統府 擔任務長的聘用姿意 跟著主子上山下海 每月加班超過20小時上線 將近50個小時 根據總統府的說法 他們所有的記要人員跟約聘人員 都沒有他媒體上面所說的那一個 就是那個周刊所說的這些什麼 約聘研究員之類的這種職稱 表姐部長否認周刊指控 替表妹總統掛保證 但根據周刊王指出 自意的工作內容 從資料準備到撰寫文稿記錄行程 以及聯絡各部會 林林總總都必須比老闆早到晚走 甚至有一天工作20小時的記錄 此外就連總統府發言人都遭到點名 每天應付媒體超時加班 上看100小時 當事人不願回憶 僅僅透過新聞稿 嚴正博士周刊王 從試用法條到相關人事指等 撰寫錯誤 描寫的工作內容也與事實不符 面對總統府的博士 周刊王晚間發聲明反駁 分別採訪兩位總統府約聘資役 以及一位國安會約聘研究員 指等介於6到10指等 都只稱自己不具公務人員資格 而且經常加班超時工作 強調會收到總統府員工反映 北市勞動局按兵不動 就怕周刊王爆料倘若屬實 總統府不只打臉 剛上任的勞動部長也給全台企業主做了最壞的榜樣 記者綜合報導